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示不能够停止在全球问题上 与中国的合作 那中国国务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这两天展开了很密集的电话外交 分别与法国 英国和意大利的 外长通了话 在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通话时 王毅指出 中英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方坚决反对英方近期 就香港国安法的一系列言行 那拉布表示 当前中英关系遇到一些挑战 但英方不赞同全面重置 中英关系 也不赞成重蹈过时的冷战思维 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今天 欧洲在评估是否要选边站 或者说拒绝选边站 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那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三分之二的欧洲人 倾向于拒绝选边站的立场 这可能会导致欧洲结束 隔岸关火的舒适状态 那今晚方区连线 我们多方的现场 伦敦现场是本台著 英国记者曹姐 在波恩现场是德国波恩大学 政治学系的孤学武教授 北极现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杨熙宇教授 大家会深入地分析 跨大西洋联盟 是否因为美国提出的新冷战 而岌岌可危 一起来看细心军的追踪报道 中国的犯罪犯是非常好 在一年代 他们像没有人做过了一遍 使而被之 利而又之 近期美国动作频频 自以为手段高明 只可惜这套孙子兵法 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 美国不断在政治 经济 军事上 打压中国 甚至不惜威逼利有其他国家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和美国一样 丧失理智 为所欲为 近日 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 分别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日本外相默默敏充通电话 并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 进行了视频会晤 在与法国外长的通话中 王毅直言 美国一部分政治势力 为了拉抬选情和维持单机霸权 不惜否认中美关系史 特朗普早前指责中国抗议不利 导致疫情大爆发 这莫非不是贼喊抓贼 是谁在抗议的关键时刻 中国退出世卫 推卸大国责任 美国国卫卿蓬佩奥 甚至试图重新挑动意识形态对立 已经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 麦卡锡主义仿佛卷途重来 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正在不应于利地 把中国渲染成为对手 英国早前承认 英方改变对华为参与 英国武剧建设的立场 也是因为美国对华为的制裁 显然 英方行为 受到了个别国家的压力和胁迫 究竟是哪个国家 想必也无需多言 王毅呼吁英方正确处理 华为及香港问题 毕竟对英国而言 中国始终是机遇 而不是威胁 拉布赶紧在通话中对中国示好 称英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 法英一日多国都对于中国的关系 持积极态度 看来特朗普想孤立中国的企图 又失败了 中国不惹事 也不怕事 如果某些国家做出侵害 中方正当权益的恶劣行为 中国必将做出反制 后疫情时代 中美博弈将呈现怎样的新格局 英法等地缘大国 将在习局中扮演何种角色 美方步步紧逼 中方下一步将如何应对 2500年前的中国盛贤就主张 万物并遇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是东方人的处事哲学 好 今天我们一起在讨论 美国的新冷战 和中国的大外交之间 在今天的中美大棋局上 如何进行博弈 那在此之前 我们先插布一个刚刚收到 最近消息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目前提议要推迟 今年的美国大选 好 就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要请教在北京现场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希宇研究员 好 研究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特朗普新爆出来这个消息 他提议要推迟今年大选 您如何考量 他是出于怎样去考虑 是否意味着特朗普 目前真的选情告急 这样的提议 接下来需要走的一些行程是什么 事实上 关于推迟大选这个事 特朗普提议之前几个月呢 美国国内就已经纷纷谣传 特朗普可能要推迟大选 只不过人们对于这个推迟大选 总统的权力有多大 尚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讲呢 就美国宪法的设定 总统没有权力 这个决定选举的日期 而这个美国宪法专门就这条 还写了几句话 就是说选举的日期是由国会来定 就选举总统副总统是由国会定 比如说现在这个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 后边这个星期二是投票日 那就是1948年 美国国会定的这个日子 所以说特朗普不管怎么想这个推迟 那国会要不通过的话 这个事是没有办法 因此它是通过推特 我们只能刚才卢神讲的很准确 就说它叫提议 它不能用行政命令说我宣布 或者我决定 这个它做不到的 那么为什么就说只要这个国会 尤其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不赞成推迟 那这事呢 它说多少遍也不可能这个落实 那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想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政治原因 一个是技术原因 从政治上讲呢 大家都知道 选情是越来越不利 一开始呢 这个劣势不明显 它还否认是这个假民调 那么现在这个劣势 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呢 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不利了 这是一个政治原因 还有一个技术原因 也确实是个刻骨原因 就是由于疫情呢 那么可能今年的投票 要很多人就是搞这个邮寄 这个邮寄呢 恐怕就会出现第一呢 客观造成的这个失误 比如说没有按时投到 比如说既丢了 或者是这个 由于某种原因 这个选票就是不合格的 再有呢 就是也不能排除有人为原因 因此这个客观的 和人为的原因加在一起呢 就不能使得这个选票 叫人家那么放心 就会引起争议 所以这两个就是政治上的原因 和技术上的原因呢 使得特朗普敢提出这个事儿 因为他提出来以后 他绝不是孤家寡人 一定会有响应者 好 如果真的是国会啊 这个最后把关 那真要是因为疫情 而推迟的话 这个特朗普能坐这个位置上 时间还蛮长的 这本我们在英国现场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记者曹杰 曹杰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如果真的美国大选推迟的话 可能坐不住的外国的政要当中 这约翰逊也算之一了啊 究竟之前一直传出约翰逊 表示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 最好不要连任这个消息 是否属实啊 我不知道现在来的 伦敦方面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消息 另外所谓的中美的选边站 目前英方有怎样的一些立场 是的 这个美国是不是会延期大选呢 现在我们看到英国媒体呢 只是报了消息 几乎没有评论 那说明没有评论呢 也是大家呢 非常的谨慎 那对于约翰逊政府 是不是希望能够看到 这个特朗普能够连任呢 其实很难说 因为其实在不久之前 大概是上个星期 我们就看到英国的主流报纸呢 就报出消息说呢 有内阁的传出的消息说 其实约翰逊是希望看到 接下来从拜登 作为美国总统来对话的 那就一句话指明了 约翰逊的一些想法 但这个消息是不是准确呢 当然这位英国首相是不会说的 但是从一些迹象中可以看出呢 英美关系的现在非常微妙 比如说最近呢 英美的贸易谈判 其实碰到了一些老问题 新问题 加上在华为问题上呢 约翰逊呢在一直在 他和他的合员呢 一直在这个 这个对这问题上的态度呢 非常的模糊 既不希望得罪美国 也不希望得罪中国 那这些问题呢 按照英国媒体的总结来说呢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 美国大选在11月份 越早出结果 那么英国呢 也可以尽快地调整 它的对外政策 那就包括对美国 对中国的政策 所以呢这种观点呢 其实大家呢都是比较 多数当地人 我们感觉都是比较认同的 因为不少人甚至认为呢 其实英国的外交政策呢 在这个阶段呢 的确是受到了很大程度上 是被美国都绑架了 受到美国的压力 那主要还是 就是贸易上的合作的压力 那谈到选边站的问题 其实这段时间呢 大家都态度比较谨慎 因为呢现在保守党呢 总体来说呢 它党内的一些强硬的 对华的鹰派人物的 它的声音呢 的确是比较高 那在我们看到 英国主流媒体上 几乎天天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这方面呢 一些所谓的对华的鹰派人物呢 一些议员呢 发表观点认为呢 对于对待中国的立场呢 应该可以更强势一点 那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在线的讨论会的 一些国会的议员呢 也在纷纷就南海问题啊 就这个华外问题 还有对香港 新疆这些问题呢 都发表他们的观点 能够希望约翰新政府 能够继续施压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刚刚的中英的外长的电话会上呢 英方的拉库呢 作为外长呢 其实呢也是和他在国会时候的表态呢 也是不太一样 希望仍然是表示 希望能够加强 从中国的这个合作 尤其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那这个问题上 其实英国还有一部分的 技术主义派别 那就是大家希望呢 能够通过一些更加和缓的方式 来化解目前的这个纷争 但是这个问题想要做到呢 其实并不容易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驻英国大使劉好民呢 他交给记者会的时候 就强调提出这个问题 那中国和英国之间 能不能够在未来 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 能不能够实现震冷惊热呢 真的很难说 因为呢 英方 现在是在毒害 中英双变的这个关系 他非常强调了这些电影 好 在波恩现场 我特别要请教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系的 顾学武教授 顾教授 我们突然感觉到 其实目前欧洲的政客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对外宣称的 和对内宣称的这个口径 不太一样 像刚才曹姐也谈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听听您 从欧洲的角度再来看 目前欧洲如何看 美国这个新冷战提出之后 这个欧美的这种大西洋的关系 是否比之前更难以 去协调一种立场 那相当于中国 目前的一种大外交 更多的是好谈好商量 大家和气生财 对于欧洲来说 这两边的关系处理上 是否有不同的温差 确实有不同的温差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 现在欧洲越来越发现 很难同特朗普总统领导 向了美国打交道 其中原因有三个 一个是特朗普本人的原因 就是他这个霸道的作风 几乎把传统的盟友不放在眼里 所以像德国总理默克尔 他基本上就放弃了 就跟这个特朗普进行周旋 或者进行谈判的 这样一个想法 就等着11月3号 是吧 能否产生一个新的美国总统 第二个欧洲人感觉比较困难的 就是说这个推进大西洋同盟的关系 因为主要是美国的 这个以美国优先的利益之后 把所有的欧洲的利益 排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了 比如说欧洲希望这个伊朗的核武器 应该这个条约不应该终止 但美国根本就没有 跟欧洲人商量就退出了 这个全球气候变化是欧洲的核心利益 30多年一直在追求这个利益 结果特朗普要退就退了 我换句话就是说 美国人在推行他的政策的时候 往往把欧洲的利益放在第二位 或者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所以第三个就是地缘战利利益 现在明显显示出 美国和欧洲有非常大的区别 比如说这个德国所重情的 跟俄罗斯的北溪二号油漆输油管 这个事情让德国人心里 对特朗普非常恼火 再加上今天又宣布的撤军 这个以前是9500人 现在突然冒出11900人 是吧 而且把美军的司令部 欧洲司令部撤出德国司徒加镇 移向这个比利时 所以现在从德国的角度讲 包括欧洲人这个周边地下 觉得从特朗普这样下去吧 非常的困难 这个几十年好不容易建造的 美欧友谊把特朗普在三年之内 就基本上把它消化掉了 对 这部分我也想再请教一下 北京现场的杨旭宇教授 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 美国和欧洲这个大西洋的同盟关系 本身它就是一个多边的一种体制 那特朗普所谓这种单边主义 其实当然也会伤及到它的盟友 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那另外就是最新美国所提出来的 这个新冷战思维 又希望和盟友建立一种联盟 共同来对抗中国 那又变成了一个联盟的一个形式 所以怎么来协调这样的一种关系 怎么来弥补前后的矛盾 您说来看美国这个战略 美国对华发起这个新冷战 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联盟 这也是蓬佩奥访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就像刚才顾教授讲的 其实美国在决定对华搞新冷战之前 已经把那个美欧联盟搞得乱七八糟 满地鸡毛 矛盾到处都是 这个时候又反过来求说 你们现在在我跟中国之间 你选边站吧 一个是你几十年的盟友 一个就是跟我们制度的这个 这个什么都不一样的 共产主义的中国 你说你选谁 表面看呢 就是美国让欧洲在中国和美国 两个国家之间选边站 但本质上呢 其实它这是迫使欧洲国家呢 在自己的国家利益 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之间选边站 就是说美国的利益 它决定要同中国打冷战 那么欧洲自己的利益 未必就需要这个冷战 尤其是在对华关系上 美国是不是打冷战 就符合美国利益 这是一个很具争论性的问题 我相信就在美国国内 也有很大争论 然后你现在要欧洲的盟国 抛开自己的国家利益 站到美国一边 这个显然呢 是受到了欧洲的这个反对和这个敌制 或者是说不情愿 软硬的一个对抗 那么这个结构眼呢 实际上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这一系列的电话外交呢 也是针对指向性非常强 就是针对蓬佩奥访欧 其实也在逐个做呢 欧洲国家的工作 那么蓬佩奥的这个讲话 和一系列的政策宣誓呢 就是要对华展开性能战 但王毅这个给各个外长 欧洲外长打电话 其实强调的一条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反冷战 因此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在晋升力长发起冷战 和反对冷战的一个博弈 而这场博弈呢 实际上已经蔓延到了欧洲 那么欧洲如果不愿意选边站的话 那么美国真想发起冷战 实际上挺难的 因为冷战它必须有一个同盟 如果没有同盟的话 就成了一个光杆冷战 其实就站不起来了 好 在伦敦现场 继续请教曹杰 我不知道在英国内部 究竟目前这个局面上 对华的一些政策 是否又分出不同的层次呢 简单来说呢 左中右都有 那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对华鹰派的这个势力 主要是来自约翰逊的盟友 那就是他领导的保守党 内部的一些后座议员 那这个人数呢 现在应该说呢 不在少数 那有两个组织呢 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是中国研究小组 还有一个是华为利益小组 那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呢 都代表了英国保守党的 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 那他们很大程度上 积极地游说约翰逊 来改变对华的政策 应该说很多观点呢 已经让这个约翰逊 还有他的内阁真员呢 已经动摇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无论是在执政党 还是在野党呢 其实还是有不少议员呢 还是强调那英国 尤其是脱欧之后 那是不是还能够成功地 保住它的这个全球化的地位呢 那这是非常关键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拥有获得最大规模的一个市场 能够扩大贸易 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很多的政界人士呢 还有他们和他们关系密集的 这些商业人士呢 都希望在这个问题上 能看到中英关系呢 得到了舒缓 所以呢 我们这两天看到 英国的舆论呢 也在有一些的利益集团 还有一些机构人士呢 就呼吁呢 英中关系呢 应该得到好转 得到舒缓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 过分地强 过分地精美 那还有一些 这个英国的一些智库的机构呢 就在这个问题上呢 应该是一个中间的立场 他们能够希望能够看到 双方能够有机会增进的交流 那大家关注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呢 也是中方呢 也在乎要求英方重视的 那就是中英 仍然是处在一个黄金时代 那黄金时代是不是 应该让它能够继续地推行下去呢 怎么来解决呢 就希望双方的对话 那一些智库的一些研究人员呢 就认为呢 其实尤其是英国方面呢 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 和了解的这个程度呢 其实还是很缺乏 所以对于中国的了解缺乏呢 也就导致了双方的 这个误解有太多了 好 下节我们就关注啊 中国如何让自己战略 更为主动一些 好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继续关注中欧的关系啊 继续请出客房嘉宾 在德国现场 首先请教顾学武教授啊 顾教授 我想问的是 美国的政策越极端 是否意味着中国对欧洲的政策 就有更大的一个战略空间呢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很多评论家 包括我们这个行当里面的 很多学者都认为啊 这个特朗普当美国总统 实际上是对中国一个巨大的蛋糕 一个巨大的礼物 但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 现在欧洲人民 包括全世界人民 可以这样说 从媒体的角度看 至少对特朗普是越来越不信任 就对美国这个领袖 领导作用越来越不太买账 但是奇怪的就是 中国没有把这样一个 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 转换成对中国更加信任 更加好感 这就说明这个战略的空间 虽然技艺区已经来到了 但是还没有显现出成果来 我觉得中国可能 在这样一个时期内 这个应该要做很多的事情 当然现在离下次美国大天 也就不到一百天九十多天吧 我觉得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的期待 比如说 就是说 中国的改革的开放步伐 应该卖得更大一点 比如说在中欧 这个投资贸易保护协定谈判上 今天的很多媒体报道 就是欧洲持续保持对中国比较失望 就是因为中国在谈判桌上 始终不愿意 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准路上 做出更大的让步 所以说大家也在观望态度 第二个我觉得中国应该主动出击 到目前为止都是美国一拳打过来 中国处于被动的状况 反击的比较多 主动出击比较少 比如说这个军备控制谈判 两个大国谈判 但是在核武器的第二俱乐部里面 就小核国家里面 像英国 法国 中国 也可以进行这样一些谈判的倡议 不管它结果如何 只要能够领导这个题目 自定这个谈话的这个世界能谈的这个题目 就能中国能走出主动的这样一步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加强更大的攻势 让中国化被动为主动 把对美国的反感转换成欧洲对中国的好感 好 最后一分钟 杨教授如何看中国的战略主动 战略主动不是人家送到手 我非常赞成孤教授的意见 就是这个战略空间 或者我们中国话语体系 叫战略机遇放在那的时候 特朗普提供的机遇 你拿不拿 用不用 那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对欧洲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应该是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就美国打美国的 我打我的 那么一方面呢 就是今年年底前应该尽快完成 尽量完成中欧通知协定 而且明年应该启动中欧的FTA 如果这两件事做成了 我想美国这个所谓冷战 就破产的更快 还有呢 刚才顾教授讲的 其实是中国很多人在思考的 就比如说战略核武器 美俄作为第一梯队 对 实际上这个英 法 中 这差不多算是第二方阵吧 这小核国家 那么也可以展开中欧之间的 战略核武器 有关问题的战略稳定的对话 和谈判 所以这个各种招数和道路 都打通的时候 实际上中欧发展 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 和更大的空间 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参与节目 就欧洲布选今天站的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好 再见 You're just an illusion A dream interrupted an intimate talking time out of mind It's all a game Oh That people play Hi I call your name Oh You turn away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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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